善谋的迹象,我们今天从第三章开始看起 第三章第一节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 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 所以,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 他是先成为犹大的王 从犹大王到以色列王之间,中间经过七年半 这七年半的当中 大卫家跟扫罗家的势力就消长 大卫家就渐渐的强盛 那时候,大卫在西伯仁,生了六个儿子 这六个儿子,六个太太 实在是,大卫的一生 我想说,娶了一些妻子,实在是稍微多了一些 这里头,这六个里面 后来,前面老大、老三、老四 后来都死于非命 接着,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的时候 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 扫罗有一个妃嫔 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 一日,伊斯波瑟对亚尼尔说 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 伊斯波瑟是扫罗的儿子 他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 跟父王的妃嫔同房 这个妃嫔,一个王过世之后 他的妃嫔是他继任者的特权 所以,等于是说,继位的人 他要接收前面那个王的所有的这些妃嫔 现在,亚尼尔居然跟扫罗的妃嫔上床 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很敏感的事情 就好像是说,他对这个权位有野心 但是问题是,伊斯波瑟讲这个话 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 因为伊斯波瑟之所以会作王 完全是靠亚尼尔 亚尼尔把他带到河东 让他可以登上王位 因为伊斯波瑟这个人是非常的懦弱的 他没有那个力量,可以自己起来作王 都是靠亚尼尔这个大元帅 所以,亚尼尔听他这么一说,非常生气 亚尼尔伊斯波瑟的话就生发怒,说 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 什么叫犹大的狗头? 这狗头不是讲狗头军师 是讲到说,这个很卑贱的一个动物 就讲到这个 我岂是犹大的狗,而且狗头 意思就是说 我岂是这么卑贱不竭,可以任你作贱呢? 我恩待你赴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 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 今日你敬畏这妇人,责备我吗? 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 废去扫罗的慧,建立大卫的慧 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 从但直到别是吧 愿神重重的呛罚于我 所以,比亚尼尔其实那时候把伊斯波瑟 把他推他作王,也是有一些私心 因为这个变亚敏人,他们如果说 继续由扫罗家作王的话 他们还可以吃香喝辣 现在,但是他看伊斯波瑟 对他这样子没大没小 就是不知道感恩,所以他就很生气 然后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扶不起来 而且实际上,扫罗家的气数 看起来也是越来越加的衰弱 所以,亚尼尔可能心里有数 他其实也知道 你看,我若不照则,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 就如何如何 所以,他其实心里有数知道说 神是立大卫作王,皆续扫罗了 所以,他今天这样子 扶持伊斯波瑟,其实是跟神对着干 所以,当现在伊斯波瑟又用这件事情来责备他的时候 他就恼羞成怒 他想说,划不来 而且,看样子这个情势也撑不下去 不如就归顺大卫,算了 结果,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 伊斯波瑟讲的话,到底对还不对? 他责备他,对不对? 一方面说起来,好像是对 但一方面,他也是不知道分寸 因为,毕竟他没有实力,能够来责备亚尼尔 居然现在讲这个话 可见这个人非常的不成熟,缺乏智慧 现在,被骂回来之后,他又马上缩回去了 所以,真的是阿斗,成不了气候的 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提他说 这国归谁呢? 就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 是以色列人都归服你 他现在要跟大卫谈条件 你跟我立约,我就来帮助你 所以,大卫要给他一些好处了 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 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 若不将扫罗的女儿迷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 大卫其实,看到撒尼尔要跟他立约 这应该是非常高兴 这样全国就可以统一了 但他还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要把迷甲带来 这个迷甲,当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 已经被扫罗另外给改嫁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叫帕铁 现在大卫要把迷甲要回来 你会觉得怎么样? 大卫好痴心,好忠实 始终如一,没有忘记迷甲 我们觉得大卫这方面好像还不错 迷甲是他第一个娶的妻子 也许是初恋的情人 所以他念念不忘 所以他说,好,一个条件就是要把迷甲带来 但是我们想一想 其实一方面,我相信大卫要迷甲再归给他 这个当然是第一方面,是有感情的因素在 但实际上,从现实面来考量 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而且甚至于,我觉得这个作用可能更大 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大卫就是坚定他是扫罗的女婿的身份 他是扫罗的女婿 这样子,他可以拉拢那些忠于扫罗的以色列人 因为现在作王的不是外人 因为你说是犹大家的一个人 心里都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支派的 但是想到说,他是扫罗的女婿 他觉得,还是我们家的一个伴子 女婿算是伴子 所以,边亚明治派也比较能够接纳他 所以我觉得,大卫他这时候要迷甲 不是只是为着个人的私情 其实他还是放眼在整个国家的统一 为着国家的统一,他觉得说 要把迷甲带来 重新确定他是扫罗女婿的身份 对于国家的前途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经文 我们会看到,大卫的每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他,其实都是从整个国家 还有为着神的利益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大卫真的是每一件事情 在这里,他的着眼点都是比较开阔的 而且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不是为着个人的私情 当然,他这里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娶的太太太多了 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说 你要将我的妻迷甲归还我 他是我从前用一百非利斯人的羊皮所拼定的 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 将迷甲从拉义的儿子,他丈夫,帕迪那里接回来 伊斯波瑟非常软弱 当然,这时候,亚尼尔如果叫他说 你就照着去做,他也不敢说不 你小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 直跟到巴护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 帕迪也就回去了 这个巴护林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 三维基3章15节,这一句 这句会不知道你什么感觉 这个帕迪这个人,帕迪这个人,帕迪 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说帕迪 这个人也是很有趣味 他就跟在后面,泪在后面,一面走一面哭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痴情 这个人真的是好浪漫 你会觉得说,帕迪跟米甲好像感情不错 大卫,你反正太太那么多了,就心挺好 就成全他们,不要再把他要回来了 但不是,我跟你说 大卫不是单单为着个人的私情,要把米甲要回来 是有更重要的目的 但是反过来看帕迪 你看到,把帕迪跟大卫做一个比较 他们两个之间的眼光跟格局就差很多 帕迪他重感情 但是你会发现,他缺乏理智 他非常重感情 太太要被带走了 真的很重感情 但是他缺乏理智 为什么他缺乏理智? 他没有意识到 他没有体认到,这个米甲本来就不是他的 米甲本来是大卫的 是你后来,你暂时取代大卫一下 但是你,神把一个东西放在你手中 但是久了之后,你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我的 然后现在要再把你要回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舍不得哭啊,哭哭啼啼 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是这样子 有些东西真的是,神只是暂时放在我们手中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 但是神把他收回去的时候,又哭又闹 就觉得说,活不下去 不对,就像怕铁一样 这个米甲从来就不是他的 他只是中间捡了一个便宜 取代大卫一段时间 但是,原来的主人回来了 要把这个还给他原来的丈夫 结果他居然跟在后面,一面走一面哭 这不是很可笑吗? 他缺乏自知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没有体验到米甲原来不属于自己 所以,以前我看过一些官员 有一次,台湾有一个女性的主管 一个内阁部长、官员 久后来上台之后 没多久,行政院长下台 所以他跟着要下台 下台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那时候对着同仁告别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你还没只不过做几个月 其实那时候他被提罚,大家都很意外 他现在要离开,好像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我的 所以又非常舍不得的样子 那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有个自知 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踏铁缺乏一个自知 另外,他只看见他自己的需要 他没有看见米甲在全国统一当中的一个角 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米甲回到大卫的身边的时候 对于大卫要统一整个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plus,是一个加分 所以,但是他如果留在帕铁的身边的话 米甲,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如果他在大卫身边的话 他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他可以帮助变亚明之派跟犹大之派能够和好 所以,你要看到说 这个米甲,他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 是对于整个国家民族是更有利益的 帕铁不晓得,我失去一个太太,哭啊哭啊 你实在不晓得说,神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帕铁是缺乏一个属灵眼光的一个人 跟大卫相对看起来 你会发觉真的是十万八千年 你看,这个是谁?大家认得吗? 这个叫做,英国的温莎公爵夫妇 温莎公爵,他本来是英国国王爱德华巴士 结果他那时候,他登基之后 他年初登基,年尾就退位了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跟这个叫做辛普申夫人结婚 问题是,辛普申夫人是离过婚的 英国国教是不容许君王娶这个离过婚的妇人的 所以,他如果要娶她的话 你就只好你要退位 结果他居然后来就选择退位 我这个国王,我不干 我就是要跟这个妇人结婚 结果这个事情轰动 不爱江山爱美人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说,好钦佩她 她居然可以把整个江山放下,为着一个女人 爱情多浪漫 你会觉得说,这多么美丽的一个故事 但实际上,那时候很多人责备她 认为说,你真的是为着个人的私情 放下国家的利益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责任,要你去托付 你居然把国王的责任跟荣誉 把它放下,去跟一个女人结婚 所以,很多人就不能谅解她 以前我是蛮同情她的 现在我也不太谅解她 真的是缺乏一个眼光跟破例 她其实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而且,为着英国的百姓来讲 她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大的扶持 但是问题是,她放弃,她不愿意 她说,我不要去做那个事情 问,她交给她弟弟 她弟弟后来,她继位 她弟弟叫乔治六十 结果后来,让她弟弟去做王 我不要做王了 我跟Joy这样讲 Joy说,也许她本来就不适合做王 不要勉强她做王 她不想做就算了 但实际上,我现在所要表达的就是说 一个人要有一个眼光 你到底是怕铁的眼光,还是大卫的眼光? 怕铁是很浪漫的 但是实际上,大卫的眼光不一样 他把迷甲找回来,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私情 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另外有一个人,这个是谁?知道吗? 这个也是英国女王 这是谁?伊丽莎白衣士 伊丽莎白衣士她一生没有结婚 但她说,I'm married to England 我是已婚的,我嫁给了英国 在她的底下,英国成为低流的强国 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海上的霸子 所以那时候,英国就向世界大道的扩展 你看她手摸着什么?地球 所以,她把国家的利益 把整个国家的责任,担在肩上 你想想看,这个女子比起刚才的温莎公爵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伊丽莎白衣士如果说,我想结婚 我想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好了 那英国就完了 但是她不是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从上头来 一个更大的属灵的眼光 我们要看到神国度的需要 神国度的需要,超过我们个人的需要 神的需要,超过我们个人的需要 超过我们个人的感情 超过我们个人的意愿 当我们把神的利益放在最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活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Hallelujah! 因为我那时候跟Joey结婚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Joey那时候,其实找我结婚 是教会里面缺乏一个男的传道人 所以,他找到我 不是,也不他找到我 是神安排 那时候,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我也没什么特别感觉 只是祷告,认为是神的旨意 所以就决定结婚 所以,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所以,不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很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后来,这个感觉是后来才有的 因为我们只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神会把后面的其他所需要都加给我们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 因为这个婚姻 所以,我们才会有后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 如果我娶了不一样的人 或他嫁给不一样的人 或者我们没有结婚 我们后来人生会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只要把神的旨意摆在我们的心上 觉得是最重要的 你会发现,我们活出来的人生会完全的不同 所以,绝对是要认定神 接着,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 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 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 因为耶和华沉顿到大卫说 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 救我名以色列脱离非利斯人和众仇敌的手 所以,亚尼尔先去对以色列长老来说 而且他也说,你看得出来 以色列长老其实本来是蛮想大卫揭取他们做王的 后来是谁挡住,就是亚尼尔 所以,亚尼尔是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心 把全国统一的步调,给他delay了 把他延缓了 但他说,现在可以 而且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神曾经论到大卫说 我会借着大卫的手,拯救你们 他也把这个话说给便亚明人听 便亚明人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 因为便亚明是扫罗的支派 所以,他也要说服便亚明人要接受大卫做王 接着就到西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亚明 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 所以,把他们的期望告诉大卫 希望大卫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 那他们就愿意接受大卫做王 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西伯仁间大卫 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 然后,亚尼尔对大卫说 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 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 多好,眼看着全国就要统一了 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 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 大卫心里有一定非常高兴 这下子,全国就统一了 不需要打仗 但是,约亚和大卫的仆人去攻击敌军 带回许多的略物 那时,亚尼尔不在西伯伦大卫那里 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 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 约亚是大卫的军队的一个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做元帅 但是,也是一个将领 结果,约亚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 就有人告诉约亚说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 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 约亚讲好生气,就见王说 你这是做什么呢? 他说,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 他就踪影不见了呢? 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 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 然后,约亚就从大卫那里出来 不知道大卫跟他讲一些什么 大卫可能说,你多想了,不会了 但是,他也不晓得说 约亚后面居然还要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 结果,约亚出来之后,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 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 大卫却不知道 希拉就是returned的意思 这是一个returned的景 亚尼尔回到西伯伦,约亚领他到城门的妄动 假说要与他说机密话 就在那里刺透了他的肚腑,他便死了 这是报撒拉兄弟亚撒黑的仇 他到了西伯伦的城门的妄动 什么叫妄动? 下面这里是一些,考古出来的一些城市 他们的城门,这个平面图 这都是以色列的一些城市 基色下所、敏吉多拉吉跟亚士图 你看到他们这些城门,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城门好像进来之后 左右两边有六个凹槽 就是有六个好像是房间,是卫兵 可以说在那边守卫的地方,或者休息的地方 所以每个人从这个城门进出的时候 都会从这些卫兵的面前这样走过去 所以他们在那边等于是看守这个城门 所以这个是跟以西节书里面所讲的圣殿的门 圣殿的门里面也是六个房间,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就是,每个房间就是一个瓦洞 所以,约亚就把亚尼尔拉到一个瓦洞里面去 假装说要跟他说悄悄话 结果就把他给用刀刺透了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约亚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差点要坏了大卫的大事 他看个人的恩怨跟个人的利益 超过王和国家的利益 他为了要替亚撒黑报仇 他把亚尼尔杀了之后 大卫要统一全国的这个计划 就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 以色列人,他们听说他们的元帅被杀了 他们如果起来,就要跟大卫要打架 因为以为说大卫把亚尼尔骗去给杀了 所以,他们就更不信任大卫了 这个真的是把他为弟弟报仇的事情 超越了王跟国家的利益 甚至于他可能也是这里头 也有包含他个人的利益 因为一旦大卫接纳了亚尼尔 约亚可能他会受到排挤 因为亚尼尔跟他是死对头 现在大卫接纳他 会不会影响到约亚在朝廷当中的地位 所以,他也要把这个人给除掉 但是他把这些东西看作真的是超过大卫的利益 还有全以色列的利益 他擅作主张,没有把王放在眼里 约亚这个人非常厉害 后来我们会看到,他真的是很厉害、很能干 但是,他也是一个充满了老我的一个人 他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意愿非常的强 甚至于他可以把大卫放在一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点心的一个属肉皮的人 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心上 约亚这件事情 差不多要把大卫统一的事情破坏掉 所以,大卫要赶快补救 大卫怎么补救呢? 第一个,他就咒诅凶手,就是约亚 大卫听见的就说 流尼尔的儿子,压尼尔的血 这罪也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愿由他血的罪归到约亚头上,和他父的全家 又愿约亚家不断患肉症的、长大麻疯的、驾拐恶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 约亚是怎样?约亚是大卫的外甥 是他姐姐的儿子 所以,当他咒诅约亚的时候 其实在咒诅他的一个亲属 但是他情愿咒诅他的这个亲属 他也要让全以色列人知道 说,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不是出于大卫 大卫对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 生无痛绝 约亚和他兄弟亚比撒杀了亚尼尔 是因亚尼尔在畸变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 亚比撒也在里头 不过,亚比撒的罪名没有他向约亚那种 约亚是主谋 然后,大卫第二个就是举哀,为亚尼尔举哀 他吩咐约亚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 妖术麻布,在亚尼尔关前哀哭 大卫也跟在关后 所以,他要求约亚在亚尼尔的关前哀哭 约亚表哭不哭得出来 不过,这个是让他也很难受 他就需要去为亚尼尔哀哭 他们就将亚尼尔葬在西伯伦 这是很遵从他的表示 因为,把他葬在首都 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 王为亚尼尔举哀哀说,亚尼尔何今香余完人死呢? 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 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手下一样 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他觉得说,一个大将军 怎么这样子,最后这样子死法呢? 为他感到遗憾,感到难过 然后,他为亚尼尔进食 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 但大卫启示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所以,他们进食一整天的话 要到日落之后才是这一天的结束 所以他说,这一天还没有结束之前 如果吃东西的话,神就要降伐于我 所以,他会亚尼尔进食整天 这几个举动,让以色列人 他们里面的怀疑就得以化解了 所以,这个危机就解除 众民知道就都喜悦 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 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 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亡义 王对成仆说 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 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 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这西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报应他 大卫做这些事情 有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说 他会不会做这些事情 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权谋 也许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绝对是为着全以色列人的好处 因为他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这样子处理好的话 以色列人可能会在现在内战当中 又会死很多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大卫这件事情,他做得非常有智慧 他说,我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软弱? 意思就是说,他敬畏神,他不敢任意而行 然后,西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 什么叫刚强?刚强不是很好吗? 不是 刚强是讲到说,他们不怕神,为所欲为 所以他们想杀亚尼尔,就杀亚尼尔 但是大卫,他手楼被放在他手中 他都不敢去碰他 所以他说,他到今日还是软弱 他敬畏神,不敢随便做什么事情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软弱 但是实际上他是顺从神,他是敬畏神 但反过来讲,当一个人不怕神的时候 他好像非常刚强,什么事都敢做 但这是恶人 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所以大卫,他所行的也都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 为了神国度的缘故,不是为了他自己 如果是为了他自己的话,他会觉得说 亚尼尔这个人,我到底喜不喜欢 这个人,我接纳他 他到底我可不可以放心,或怎么样 他不是,他可以捐弃前嫌 他可以一笑闽恩仇 过去所有的家都可以放下 为着这个国家的好处,他可以放下这一切 但是,约亚不行 约亚就念念不忘,亚尼尔对不起他的地方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 他心胸的确是宽大很多 他可以接纳对方的元帅来投诚 他可以完全的接纳 甚至于后来也是,好几次都这样子 甚至要取代约亚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见 亚尼尔死在西伯伦,手就发软 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有两个军长 一名巴拿,一名利甲 是汴亚敏支派比路人灵门的儿子 比路也属汴亚敏,比路人早先逃到吉他因 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 比路是在鸡变旁边的一个城 当初,鸡变人来骗约书亚的时候 包括他旁边有几个城,跟他们鸡变联盟的 其中有一个联盟的城,就是比路 后来,当扫罗就屠杀鸡变人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比路也遭殃 可能那时候,他们就逃到吉他因 吉他因在哪里? 在靠近贝利士那个地方 所以,他这边讲的可能是这件事情 然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 名叫米非波瑟,是瘸腿的 为什么瘸腿呢? 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 所以,从耶稣列传道的时候,他才五岁 他如母抱着他逃跑 因为跑得太急,还是掉在地上,腿就瘸了 所以,那个时候,扫罗大败仗 然后,以色列中间,你看这一区都被 都被菲利士人给攻占了 那时候,他们住在基比亚 可能基比亚也受到波及 所以,他们那时候要逃命 逃命的时候 你被波瑟掉在地上,就瘸了 那时候,他才五岁 这个时候,大卫是三十岁 所以,大卫比他大二十五岁 一日,彼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 立甲和巴拿出去,约在五日的时候 到了伊斯波瑟的家 伊斯波瑟正睡午觉 他们进了房子,讲说要取卖子 就伺候伊斯波瑟的妒妇,逃跑了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瑟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 他们将他杀死 割了他的手脊 他的手脊在亚拉巴走了一夜 因为那时候,这两个人看到大势已去 那就把伊斯波瑟给杀了 反正他扶不起来了 给杀了之后,到大卫那边去邀功 这样他们还可以捞到一些好处 将伊斯波瑟的手脊,拿到西伯伦兼大卫王说 王的仇敌扫罗,曾寻所王的性命 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手脊 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 我们刚才看到,刚才约压的所作所为 是能够破坏全国的统一的 然后,这个叫做怎样? 怕铁,怕铁里面哭哭啼啼 他也看不到全国统一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他才会哭哭啼啼 但是,这边有两个人 他们所作所为,好像是帮助全国的统一 但是,大卫却不领情 因为他们的手段卑劣 所以,被大卫定罪 所以,大卫即使他是要让全国统一 但是,他不是只看结果 他也要看这个过程 我们这个手段对还是不对 这个错误的手段 即使结果是让这个国家更快的加速的统一 他还是定罪 大卫对比路人灵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 我指的救我姓名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从也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报好消息 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 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 我岂不向你们追讨他血的罪 从事上除灭你们呢? 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 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仁的池旁 却将一丝剖色的手脚,葬在希伯仁加尼亚的坟墓里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头 你看到大卫有他的原则 结果,现在以色列这边,这个王也死了 所以,以色列众之派来到希伯仁兼大卫说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所以,大家都知道神立大卫做王 为什么还会有人在那边抵挡?奇怪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仁兼大卫王 大卫在希伯仁耶和卫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做在位四十年 在希伯仁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现在终于全国统一了 统一之后,大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攻下耶路撒冷 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 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 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 还有一些未得之地 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那时候叫耶布斯 是因为由耶布斯人所占据的地方 一直到大卫年间,才被大卫打下来 大卫为什么要去攻打耶布斯? 要攻打耶路撒冷? 当然有几个可能 大卫其实他的老家 就是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是太远 他那时候就常常看到耶路撒冷 这外邦人占据在那个地方 大卫心里头,可能心里头就觉得很不是滋味 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加拿免地 为什么这些外邦人一直占据在那个地方? 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 所以神的火热,神的愤慨在他里面 所以当他杀了哥利亚之后 他就把哥利亚的头,带去耶路撒冷 就是要向耶路撒冷宣告 我有耶和华是神 他把军装跟武器就放到他的帐篷里面 其实就放在挪伯 但是哥利亚的头,他就带到耶路撒冷去 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带去耶路撒冷?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就被外邦人占据 大卫心里头已经很不高兴了 很不爽,很久了 特别是当神的灵充满他之后 他对这件事情更有感觉 在这个地方,不应该要有那块地方 是被外邦人盘据的 所以当他坐王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要把那个地方夺回来 耶路撒冷在这个中间 在犹大跟北方的以色列之间 所以他后来就是要打下这个地方 作为他的首都 为什么要以这个地方作为他的首都? 我相信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不是说他自己的选择 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 所以神一定启示他说 这个地方将来成为你的首都 因为如果是他自己的选择的话 选择完了之后 后来就算是他打下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也不会有后面的 许多他的事情发生 但是后来,你看到 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上 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当中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你就知道说 这个地点不是出于人的选择 是神的旨意 所以,神一定启示大卫 甚至后来,圣殿也要建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当初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出于神的启示 第二个,他是位于南边的犹大 跟北边以色列各支派之间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做他首都 他离他自己的犹大支派很近 但是,又跟其他的以色列各支派 距离也差不多 所以,就是借于两者之间 第一点是最适中 第三个,他的第四,异守难攻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根据地 就是不容易被敌人打下来的 所以,耶布斯人就说 如果你要打下这个地方 我只要虾子、瘸子都可以来守这个城 就可以把你挡掉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据点 第四个,他就可以取得大量的空间 可以兴建公室跟公家的建设 如果他是在,比方说他在西伯仁 他在伯利恒或什么 那时候,那个地方都已经住满了以色列人 可以这么讲 都住了以色列人 如果你要在那盖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去给人家征收那块地 那你还要付上一些代价 而且实际上 如果那个地根本就是人家祖传的 不应该随便卖给你的 你要拿到那块地,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的话 整块地都是你的 你可以在上面要盖多少房子 都可以属于政府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点 可以成为他们的首都 但是,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 你若不赶出瞎子穴子,必不能进这地方 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 因为,四周围都有山谷 所以,他们不容易打下这个城 这个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 外面这个灰色的大的框框 是后来的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 但是,红的跟绿的是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 红的是大卫那个时代 绿的是所罗门后来扩建的 而南的大卫,恭喜喜爱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 大卫的城就是下面这个红色这一部分 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只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 这个范围,上面那个绿的还没有 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 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物的穴子、虾子 从此有俗话说,在哪里有虾子、穴子,它不能进屋去 这什么意思呢? 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说那边有一些地下水道 透过水道进去,把这个城打下来 也有人说,这个水沟可能是护城河 然后,要把虾子、穴子丢下这个水沟 不晓得,这有几个不同的翻译 吕正宗译本是说 有一天大卫就说,谁攻击耶布斯人 到达水沟去击打大卫心所恨物的穴子、虾子 谁就可以得到重赏 因此有命令说,虾眼的、穴腿的不能进圣殿 河本说进屋子,屋子是耗子 耗子也可以说是圣殿 新译本是说,有一天大卫说 攻打耶布斯人的,要把大卫心中恨物的 虾子和穴子丢进水沟里 因此有据俗语说 虾眼的或穴腿的都不能进殿里 大卫就说,谁可以把约路撒打下来的话 会有重赏 在历代字里面有说 大卫说 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 结果,西路亚的儿子约压先上去,就做了元帅 这个人非常含悍,非常能干 所以,他就做了元帅 结果,就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大卫住在宝藏里 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 大卫又从米罗以礼,周围主墙 米罗的意思就是壁垒,就是土墩的意思 后来,考古的人发现 耶路撒冷有一块地方 有一些石头的建筑 这个地方,怀疑就是米罗 然后,他们沿着这个米罗,里面就是竹墙 这个米罗就在大卫城的东北边,东北角这里 它的大卫城的南边,东边还有西边都有山谷 所以,防守很容易 但是北边需要再加强 所以,米罗可能是在北边 这个大卫城,东西大概是200米 南北大概400米 有多大呢? 这个差不多有四个田径厂这么大 四个田径厂 如果你放在温哥华的话 跟温哥华的China Tower,差不多大 放在台湾的话 跟台北的228和平公园,差不多小一点 放在北京 你看跟天安门广场比一下 没有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大概知道它的大小是怎么样 就这样子 这个是耶路撒冷 大卫日渐强盛 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推罗王西兰将香薄木运到大卫那里 又参见使者和木匠 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所以,借着这些现象 大卫就知道神真的是祝福他 要让他的国兴旺 大卫离开西伯仁之后 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 撒母亚索罢、拿丹、楚罗门、地匣 以利苏亚、尼腓、亚非亚、以利撒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 这些儿子,跟历代事实上写的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总而言之,他在希伯仁生了六个 然后在耶路撒冷,后来又生了大概13个 这里列出11个 历代字那边,再列出13个 所以,他总共可能生了19个儿子 这里头,这些人名字我们都不熟 但是,只有拿丹跟所罗门是知道的 所罗门后来做王 拿丹是玛利亚的祖先 所以,玛利亚是从拿丹的后代 约瑟是所罗门的后代 他立了这么多的后非 其实,违反了摩西五经里面 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非平,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所以,大卫这件事情上头有一些瑕疵 神好像没有在这件事情太多的要求他或责备他 只要这些非平取得的管道是对的 后来他取了一个拔式拔 神就很生气了,因为这是夺人家的妻子 杀了这个乌利亚 那个是不行的 他说:"如果你要的话,你要更多,我可以给你。 但是问你,你怎么可以去抢别人的太太?" 神就很生气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 神好像并没有对于大卫取这么多非平,有太多的责备 但不过他是给所罗门立下一个不好的榜样 所以,所罗门后来取得更多 取得更多的结果,后来心果然就偏移邪 以至于国家就分裂了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大卫做得漂亮一点的话 他其实,不要这样做会更好 然后,菲利斯人看到 他本来,菲利斯人跟大卫之间关系还不错了 他跟雅籍 后来大卫在希伯仑做王,他们也没说什么 他们很乐意看见以色列分裂 但现在统一了之后,他们说:"不行了,这下子 一定要赶快要出手,不然的话,以色列会壮大 所以,他们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 菲利斯人众人就上来寻所大卫 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 所以,可见不是可能是出到耶路撒冷以外 有人认为说,这段话也有可能是 耶路撒冷还没有打架来之前写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是看到大卫跟菲利斯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菲利斯人来了,沐山在利伐因谷 利伐因谷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 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菲利斯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菲利斯人交在你手里 所以,大卫来到巴黎毕拉新 在那里击杀菲利斯人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称那个地方为巴黎毕拉新 就是冲破的主 所以,他就迎头痛急 杀败了这些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将偶像撇在那里 大卫和跟随他人拿去 不是拿去拜,拿去收掉 所以,菲利斯人以为把偶像带来 对他们有帮助,其实不行 结果他们又来,不站在利法因谷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从丧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烧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 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菲利斯人的军队 所以,这次策略不一样 一样,菲利斯人过来 但是,大卫他没有倚靠他之前的经验 他还是先求问神 所以,我们每次面对困难,都要有不同的对策 我们要仰望神 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或者经验 从大卫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就看到 真的,如果说,这个我都有经验了 这个我知道怎么做,那就错了 你看,每一次神会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要紧,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 然后,大卫就有尊者耶和华所吩咐地去行 攻打菲利斯人,从加巴子到基色 他就从后头去攻打他们 然后,加巴就是基变,然后到基色 他们就说,一路落荒而逃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临江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二基督伯上 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会 大卫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已经发生好几件事情 大卫怎么样从国家还没有统一 一直到国家统一 中间遇见好几个危机 大卫都很有智慧的处理了 接着,就打下耶路撒冷作为首都 然后,从神那边得着智慧,打退菲利斯人 现在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要来迎约会 这个约会是在哪里?在基列耶临 基列耶临,放在山上一个亚比拿达的家里 那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约会 这个是被贝利斯人夺去之后 后来贝利斯人就送回来了 送回来之后,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 那亚比拿达是谁? 他一定是一个立位人 因为如果不是立位人的话 你不可能放在他家 因为立位人是神分别出来的 可以来服侍神的 所以,亚比拿达势必是立位人 甚至也有可能是祭司的后代 不过我讲,比较可能是立位人 他在这边放了多久? 从约会被掳,然后被送回来之后 在以色列经过20年 那时候,全家倾向神 撒姆尔为以色列人祷告,全家倾向神 然后就发生了一场战争,以斯巴之意 撒姆尔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 然后接着,高扫罗做王 这中间不要经过多久 这时候说是撒姆尔年纪老迈 然后接着,又过了40年扫罗做王 大卫就做王,做王7年半之后 大卫就做以色列王 所以,这时候大卫就赢约会 所以,从约会被掳到大卫赢约会 前后加起来,至少70年 约会在基列约灵70年 没有人过问 甚至于大卫那时候要找约会的时候 还是要先去打听约会 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后来打听,打听才知道说 原来放在基列约里 这是大卫做王之后,统一全国之后 他打下耶路撒冷之后 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约会赢回来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扫罗做王40年 他从来没有想到约会在哪里 从来没有想到约会去哪里 他只要知道说,挪伯那边有会幕 他有一些事情,如果要求问祭司 祭司为他求问的话,他可以去求问就可以了 但他不太在乎神的约会在哪里 但神的约会是象征什么?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所在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心态跟扫罗一样 我只要从神得到一些指示 得到神给我一些好处 指点迷信就可以了 但神至于,神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跟我同在,不要紧 但大卫不一样 大卫不是只要求问神,他说 我只有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然后在他的殿中 要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 所以他不是只是求问神,他还要瞻仰神的荣美 他要神的同在 这是大卫跟扫罗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大卫渴慕神的自己 扫罗只渴慕神给他的好处 但是大卫他渴慕神的自己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建都之后,他就想把约柜要迎回来 所以,经过一番打听之后 原来在激烈耶里 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 从刚上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放在一个牛车的上面 为什么放在新车上面? 因为亚比拿达他们家里面说 当初这个约柜就是用新车运到我们家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礼堂用新车把它运走 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他们从来没有去想说圣经里面怎么说 然后,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个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刚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跪前行走 所以,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 这是效法当初非利式人送回约柜的时候 放在牛车上一样 下面这个图是非利式人送回约柜 那时候,非利式人是远远跟在后面 看这个牛卫怎么走 现在,他们就把约柜 从基列耶零送回耶路撒冷 然后,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色、鼓、拔、螺 做乐、跳舞 非常喜乐 问题是,到了哪更的合场 因为牛尸前提或者惊跳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这是乌萨 然后,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毕列斯乌萨 就是击杀乌萨的意思,直到金玉了 乌萨扶那个约柜 其实,照理说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 一个东西要倒下来,很本能的要去扶他 何况那个是约柜 但是神却很不高兴 而且不是不高兴,是震怒 把他这个击杀了 这不是一点点不高兴 很不高兴 神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 这乌萨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他可能因为长期看管约柜 就看约柜为平常 失去了一个戒慎敬畏的心 这个约柜,70年来放在我家,都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约柜 没什么样特别 他没有感觉到说,那是一个多么神圣 庄也不可以去碰触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样 一个人服侍久了 就会把神的同在看作是平常 带聚会 越来越掉以轻心 随便,讲话随便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上台讲道的话 你会多会见身恐惧 后来久了之后,就会开始随便 带敬拜、领聚会 也是一样 有时候,一个人服侍久了的话 会失去一个警戒的心、敬畏的心 乌萨的状况也是这样子 身为立位人,他应该是一个立位人 可是他却不知道神的律力跟法则 神的律力是讲什么呢? 约柜应该是要由立位人用肩来扛台的 所以,你如果试试看过去 约柜怎么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定是要用肩膀 立位人或者祭司要用肩膀去扛台的 不可以用牛车的 所以他们说,不是那时候他们运来的就是用牛车吗? 不是,你要看圣经怎么说 那时候,他们用牛车运来 是因为非利式人不懂 他们不懂,神不怪他们 但是你们是立位人,怎么可以不懂? 第二个,他不晓得说 神的法则,罪人是不能碰触神的约会的 我们是有罪的人 怎么可以去碰触神的约会? 那象征神的同在跟荣耀呢? 所以那时候,当立位人 他们要搬约会的时候 都还不能直接看他 都要先用外面的曼子,先给他盖起来 一层一层盖住之后 然后,用竿子去扛约会 扛到之后,竿子还不能抽出来 要直接摆在自圣桌里面 所以你不是说,每次要爬的时候 要去摸约会 要把竿子穿上去 不是,因为那竿子一直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不能随便去碰约会的 因为他不晓得神的法则 就是神会保护他自己的荣耀 人天然的热心毫无价值 乌撒会想说,我如果不服的话 约会倒了怎么办?翻了怎么办? 但是神会负责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分寸 特别是在这边,我想神借着这个故事 要让我们知道说 人天然的热心在神的面前是毫无价值的 你为神大发热心 好心,我处于好心呢?不行 你看,新约的扫罗处于热心,逼迫基督徒 就是逼迫到神自己 所以,如果没有启示 人的热心,只会坏事 但是乌撒他没有看到这些 就像这个图是什么?彼得 彼得热心,他拿刀出来 就砍着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他的热心,他爱主 这件事情反而是可能坏事 因为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害所有的门徒都被抓起来 主耶稣赶快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他医好了 让门徒赶快施散逃命 不要在那边,留在这边坏事 所以,人的热心不能成全这个神的旨意 那日大卫,惊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会运到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二别以东的家中 这个加特不是菲利斯人加特 可能是加特灵门 这个是一个立位人的城 所以,二别以东他是一个立位人 是可拉的后裔 所以,他放在一个立位人的家中,这比较合理 你看,如果是加特灵门的话 你看,多远,在海边 大卫可见有多害怕 神的荣耀这么神圣 不可以去轻慢的 所以,他就不敢把他放得离他那边太近 放得远一点 但是,神的旨意还是希望跟人同在 神的约会,就在加特人二别以东家里面三个月 耶和华就似乎给二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 耶和华因为约会似乎给二别以东的家和一戒属他的 大卫就知道了 原来神的心愈还是要跟大卫那样同在 所以,大卫就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会 从二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 这下人他学会了 他知道说,不可以用牛车了 耶和华约会的人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牛羽肥羊为祭 大卫穿着戏马布的以伯德 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群家欢呼吹脚 将耶和华的约会抬上来 这是对了 所以,他们欢欢喜喜的把他带上来 结果,耶和华的约会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以甲,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这个迷甲是公主 公主,皇家他们这些做事 都很多规矩 皇家的礼仪很多 看大卫怎么这样子,有诗体统 就很轻看他,乡巴老 不知道怎么做王,应该我来教他 众人将耶和华的约会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 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墓里 大卫预备了一个帐墓,让约会放在那里 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就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凡祭和平安祭 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您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 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 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是很丰富的礼物 大卫回家,要给君主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她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服的碑里,眼前露体 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荣耀 讲得好酸,尖酸刻薄,讽刺她 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清净 你所说的那些卑鄙,他们倒要尊敬我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而已 米甲的盲点而已 第一个,她对神没有主观的经历 她没有办法体会到大卫的心情 大卫把神的约会迎进耶路撒冷 大卫心里头多么的欢喜 她渴慕神到一个地步 她盼望能够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她也知道这个神是救她脱离住班患难的神 她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交易 她有那个主观的经历 但是米甲没有 这个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宗教 所以她没办法体会说 大卫为什么那么高兴? 今天如果说是你的最爱的人 搭飞机来到这里跟你相会 你在机场上一定很高兴 看到他就过去拥抱 甚至于痛苦流涕 你会顾到旁边的人说,怎么这样子? 怎么失态?不会啊 因为那是你最爱的人 你见到,你自然会感情流露 米甲跟神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没办法体会 大卫为什么会这么的癫狂 米甲也没有看见 人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卑贱跟渺小 所以,他仍然坚持他自己的尊严 做一个公主,做一个王 做一个王,应该要什么样的 讲话要很得体 走路也要很得体 他没有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何等的卑贱渺小 所以,你还在坚持这个 他重视人的观感,胜过神的看法 他只在乎,旁边的人怎么看我 我身边又跳舞,又欢呼,又叫又跳的 人家会怎么笑我 但是大卫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他只在乎神的看法 他不在乎旁边人的看法 而且当我们在乎神的看法的时候 神反而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得荣耀 王把神摆第一,尊重我了,我必尊重他 藐视我了,必被藐视 所以,当一个人尊重神,高举神的时候 神就让他被高举 但是迷迦他没有看见神 所以,他没有办法体会说 我这是在神的面前 所以,保罗他说过一句话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我们在神面前,要有癫狂的那一面 就像在一个热恋当中的男女一样 你如果跟神是有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话 你一定会癫狂的